真言三十章十七节 细笑父母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 为除鹰所吃 细笑原文是嘲笑讥笑的意思 藐视是轻视轻看的意思 真言在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也提到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这些都是指出我们不可以藐视 轻看父母亲 不要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或是受教育不多等等原因 而不尊重他们 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 为除鹰所吃 是指死的悲惨 没有埋葬 结果被飞鸟从大地彻底清除 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写照 不孝敬父母的人 自己的儿女往往也会上行下校 不会妥善安葬他们